欢迎收看猴哥教学视频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盖伦 和马西亚万岁 好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猴哥爱生活爱联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猴哥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史诗级卡兹克最新的打法 那最新的打法是在全明星之后的一个最新的打法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首先来看一下符文和天赋 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讲 卡兹克的符文 是这套 大金华选择带攻击力 红色全带攻击力 黄色全带固定护甲 蓝色全带固定魔抗 然后把这两个抽出来 各抽一个红色抽一个蓝色抽一个 红色加一个暴击几率 拼下人品 蓝色的话 差一点攻击力 好弥补红色这一点攻击 这样的话就能超过收眼攻击力 一点的暴击 十一点的魔抗 十三点的护甲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天赋 天赋方面呢 我们重新点一下 我们四点的巫术 用于减冷却 两点的暴击 那么两点的攻速和四点的致命 三点的浩金 一点的武器专家 还有蛮横之力两点 三点切割和一点死神 那么这边四点耐久 然后三点的抵抗 那一点的坚硬 再加一点的老兵的伤残 用我们打中路啊 那招呼时器呢 我们选择大闪现和点燃 好我们看一下 加点方式 加点方式的话 我们这边推荐一级学Q 组W-Q 组W-Q 二级学E啊 二级一波的节奏 如果对面没有带步甲 肯定是二级一波的节奏 大家可以带红耀 如果对面是高端局 比如2100分以上的 2000分的 以下的都不属于高端局啊 像我现在打的 带红耀都可以 但是你一旦打到2000以上 大家主要打法语的话 二级一波是必须要打的 那E上去接平坎 再接Q 因为Q要比平坎远 所以说先平坎再接Q 输出手法的话 是二级的话 就是EAQ一套 团战的话是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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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差不多了 EQ-EQ-EQ 收割 那出门装的话 是红耀加三红 或者是回蓝加一眼 加一蓝加一红 这个就是低端局 2000分以下的 那这个就是2100分左右的 好 那核心装备是 残暴之力眼泪加隐魔刀 那神装是 鞋子加黑切 加轻语 搭大隐魔刀 或者破败 加魔切 加狂徒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 对这个英雄的一些小的技巧 那大家请看 那么在这里开始之前 我说一下 猴哥每天出播 YY187 猴哥淘宝店铺 iPad猴哥 点淘宝 点CM 好的 OK 那我们下面来继续看 呃 我们在 下面的视频进行之前 那首先要讲两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要讲的 作为一个卡兹克资深的教学者 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在收四人帮和收兵的一些技巧 第一点 我们玩卡兹克 W技能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7.2秒 是吧 我们就以这个为主 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 W 诶 一下 打到两个 对吧 打到了两个 蹭到了一个大关 没有权打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大家从这个地方发起的话 如果我们大家平时收兵的时候 都像刚才那个样 你会发现 你会很很拉负时间 但如果你站到这个中间 小兵的中间 站到这个地方 把头贴向这四个小兵的前面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打不了 你会发现 你的W会打到所有的小兵 好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个没有用 好 那我们来 你要觉得没有用的话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我们收兵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位置 好 砰一个W 后面没打到 对不对 好 我们 再以 前面那个兵线为例子 我们去上楼 好 大家可以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你觉得那个收兵并不怎么快 但如果说你刚才是这样打的 比如说我站在这个小兵的位置 站到他的身边 这样在开的话 这就是所有小兵都可以打到的 所以我们在清兵的时候 比如说后排有三个兵 前排有三个兵 我们不要站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喷 我们要站到前排三个兵的身边 这时候再喷 就可以喷到所有后排的兵了 这个技巧的话 我觉得我必须要教大家 有很多人认为刷兵速度很慢 就是因为这个很单无时间 好 那么空中W的技巧是在一技能空中按W 可以加长W的施法距离 这样 因为我现在翅膀没起来 所以也无所谓 好的 那么下面给大家欣赏一些 我卡兹克的杀人片段 二级一波的几个点 好 这边也是二级跳上去 点燃闪现 接红药 一套技能 EAQ带走 好 因为他这边也是 怎么说 因为他刚才也是交的闪现比较晚 所以说我还是晚一点上去 好 来看一下 下路的Gank 好的 一套技能 直接带走 然后选择打石头 机器人 机器人把我捶起来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那最关键的是游走的时候一定要先溢出去 然后W要打到 这样的话尽量打出平卡的伤害 那可以知道卡兹克在远程的时候也可以帮助队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优力打起来了 我一个W直接将对手收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路拿不到什么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绕行下路进行支援Gank 那我们在知道下路没有演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少蹲一下 然后示意队友 给队友不停的发信号 让狗熊直接发起线手 南枪也是启动 不过他们想换掉狗熊 那是没有用的 我这边知道你肯定死了 我这边也是给了一个传送 那我这边先去开一下视野 南枪交闪现 我知道他有闪 然后留一点燃一套技能 直接带走 然后选择打 这边他也是交了闪现 基本上带不走了 好的 尽量能够下路跑 卡这个这个Gank下路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一旦Gank下路 他就可以double kill 大家可以看 我这边也是先开大招 隐身绕过眼位 然后双向过来 直接闪现坚毅 然后接W一套技能 double kill直接带走 好 我们又回到一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把又是一级 然后对待歇轨 那么上去的话 先给他一个kill 绕一下 绕一下他的血量 这个时候我们要猛推兵线 保证自己迅速到达二级 然后击杀对手 好 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这边先将兵线稍微拉扯一下 然后准备绕来绕去 让他多打我两下 因为他越打我 他会越大胆 越大胆他就会死得越快 好 这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结果这边一血 被我们蛮王抢进了风头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一集能 然后开红要EQ一套点燃 一套 这边还没我上点 闪现EQ点燃 好的 nice 直接死 他想上来吸血 不给他机会 走吧 拜拜 让我们来看一下 队友来的时候 我们是来如何支援队友 我这边是要发起先手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然后给上点燃 降低对手的事情 不要感 不要让他反打 他这边交闪现 我这边一个W直接收走 我们来看一下团战的卡兹克 团战的卡兹克 往往承担着一个起先手和最后手的 好多人看到对手不在 起先手帮助队友跟上去 只要卡兹克上去了 那队友肯定是要往上跟的 这个不庸置疑 好 那我们果断一点起先手 好 这边猪女也是要跑 估计他也是跑不掉 我这边也是一技能贴上去 准备 准备跟 但是我觉得这个猪女没有必要追了 因为在追也没有异有 那边把中塔稍微给拿一下 好 那我说过卡兹克的起先手能力非常强的 一旦对手落单 就一定要起先手果断一点 好 这边 呃 ADC不起了先手 那他肯定死了 那让我们看完了团战 我们来看一下卡兹克的逃生能力怎么样 那么四个人在打大龙 我们都知道 那我这个地方在牵扯对手的经历 影响他们的经历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队友顺利拿到大龙 那一个女警上来敢点我 说明他们后面有人 好 我这边开大招 然后开一技能 他就要闪现 我也就要闪现 然后这边准备跑 我的龙buff已经有了 那我这边继续牵扯潘森的经历 让潘森没有办法去干口 我这边也是回头给下 然后一技能跳走 然后顺利的将龙buff收到囊中 那么对面这时候才会发现 自己竟然上当了 他们五个人在打我 没有把我弄死 而我们的中路已经推到高地 而且已经用了龙buff 这就是卡兹克的逃生能力 好的 下面是看视频的正片 湖外联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后哥为您带来的英雄联盟解说视频 后哥今天使用的是卡兹克 霸天翼赢卡兹克的第一视角 那么首先这场呢 是2000分的排位赛 因为排位系统改变了 所以这个之前的战斗力也有所降 保护基于是卡兹克的第一厣аци 我们将会在学生的情况下 现在вер募的话 ror计算是重复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有什么东西 假时的 你们说凡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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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